不论是杯碗瓢盆还是乌克利利与安全帽 这些随处可见的日常用品 透过蝶谷巴特工法 都成了美丽又实用的生活艺术品 社团指导老师林秀珍表示 这次展出共一百多件作品 都是对拼贴艺术有着高度热忱的团员 共同累积多时的创作 这次的展出是由我们珍爱蝶谷巴特工法 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团员一起做 然后我们这一次参展的作品 有将近一百件大小件将近一百件 藉由简单的剪裁及拼贴方式 将餐巾纸专业用纸 符藤装饰于各式的物品上手工艺术 林秀珍提到蝶谷巴特拼贴 适用的材质相当广泛 举帆木头 玻璃 皮革 塑胶等等 都可以应用在上面 更赋予了老家具新生命 而学习蝶谷巴特不分年龄层 技法从简单到困难都可以因人而异 社团里面不乏高龄七八十岁的资深学员 一体成型做起来的 我们拿来就先贴金箔 金箔然后再用劣迹 这个劣就是劣迹 然后再贴花 我现在明年八十岁 我还是每个礼拜都去老师那边 学习这个 人生过得很充实 我也会头脑不会退花 源自东方七七表贴技法的蝶谷巴特 传到西方发扬光大 现在流行回台湾 成了许多地方社团重点课程之一 因为除了可以增添生活美学之外 制作的过程也非常疗愈 不少学员表示因为学习蝶谷巴特 让心灵获得平静 非常的疗愈 没办法突破那种压力的时候 做蝶谷巴特的时候 它是非常疗愈的 可以让我忘记 面对客人的那种烦忧 展棋即日起至七月底址 在树林区公所一二三楼展出 有兴趣的民众 千万不要错过咯 中家新闻朱允佳树林报导